前方一台貨車拖著一棵大樹 像一隻超級大的掃把 在鄉間路上左右狂掃 後方駕駛看傻眼 被拖著的大樹把車道沾滿 瘋狂甩尾鎖到之處 掃打電感 只也盆飛 貨車就這樣一路拖行 對向汽機車根本沒路可走 有機車騎士嚇壞 直接靠邊不敢騎 我先去那裡不跑 那裡那裡不跑 貨車拖著大樹 在台中大甲的鄉道上 旁若無車一路狂開 疑似想把樹再回家種植 剛才我們汽車的車開來 剛才想說電汽車可以倒下去 不怕怎樣才讓你拖 一條鎖在拖就有問題了 所以還沒說那種錢 貨車拖樹亂跑 最終可罰一萬八千元 駕駛貪圖方便不顧他人安全 正條路當自家的路 相當離譜 這兩三三景城台中 採訪報導 嫌犯終於現身好幾名警力 衝上前逮人 建員警上門一臉錯愕 證據全擺在眼前 嫌犯還試圖狡辯 涉嫌詐欺 我要說不用說這都是假 合約署點鈔機道具超齊全 有過失傷害詐欺前科的無姓男子 網路上化身投資虛擬貨幣專業人士 亂牆打鳥結是一名51歲 單身的孫姓女老師 雙方以老公老婆互稱 讓女老師以為遇到真愛 投資240萬 日前想將錢取出 對方卻說要再投169萬 才能領回 驚覺被騙報警 警方埋伏女老師家中 一舉僵人逮捕 同樣是戀愛陷阱 不肖人士用婚友社當幌子 民眾繳了會費參加聯誼 才發現全是一場騙局 那間相親的女生 就是有一些就是請靈演 找不到人啊 而且疫情嘛 誰要出來跟你相親啊 字畫收藏家彭先生 前年花了將近5萬多塊 加入婚友社VI 不僅發現相親對象 疑似是本土劇靈演 後來整間婚友社 直接捲款潛逃 一查發現零行負責人 用同樣手法詐騙十多年 一共開了三間婚友社 從北到南都有據點 他沒加我們 我怕他們 電話無人接聽 起碼上百人受騙 最高受騙金額破百萬 不過法院認為 無積極證據不起訴 受害人出面控訴 只希望別再有單身男女 上當受騙 接著楊七號泛雅橋 台北報導 我就是大樓 就是這麼大聲 直播畫面完整錄下 直播主在火車上 大聲咆哮嚇壞 整車旅客 我是沒跟他爬 噴又噴 又噴嘛 盡量又噴 你要拆一尾我夠你夠 我都沒跟 大樓師傅你現在夠噴 你夠啊 這個台南的一尾 一名乘客看不下去 起聲怒嗆 但直播叫囂的居然是 立委參選人 帶頭在鬧事 男乘客制止 還反被噴辣椒水 噴好幾下連環攻擊 還放話讓乘客去告他 直播中讓網友也捏把冷汗 勸也勸不動 狂酸玩真的要適可而止 出事了傻眼 凡走過必留下警局 這是要選立委的咖嗎 這樣的候選人就是 不會去投擾 不應該先這樣動手 台點上面大聲的點 很多人也都很大聲啊 衝突原因居然是開直播斗內 粉絲下指令二稿 直播主照做 還在車廂裡大聲喧嘩 最後也被警方帶回 在台鐵車廂裡直播大鬧 還用辣椒水攻擊民眾 雖然被噴的男子不提告 但這位脫序的立委參選人 也被警方開罰 記者賴慣章 台南報導 烘烘龍低沉引擎聲 一台台大型重機騎過去 那一條馬路上還有更多重機 停得滿滿滿 相當重觀 週日下午一點 眾多陸權團體號召上千輛重機 包圍交通部抗議 不滿台灣的機車用路人 無論是白排機車或是大型重機 都受到政府打壓 不僅抗議還遞交陳情書 陸權團體提出三大訴求 包含立即依法開放大型重機 騎上高速公路 以及開放大型重機 可以停放在機車閣 最後一項廢除道交安全規則 第99條 內側車道進行機車 以及強制兩段式左轉的規定 這一點他們是一此時反對 保守惡意拖延的態度 展現了說交通部 其實對於不同的用路人 他有不同的差別待遇 也就是說我們所說的車種歧視 不過網絡論壇上的汽車版 引發兩派網友論戰 有人吃瓜表示 計程車包圍馬上妥協 看這次會妥協重機什麼事情 也有人之言 先猜最後還是沒結果 大多反對者指出 遇過重機在快速道路塞車時 硬鑽車縫 另一派支持者則指出 使用國道是每個正常國家公民的 基本權利跟輪述無關 重機本來就可以上國道啊 三讀不公告是哪招 重機正路權引發網友討論 重機車友希望同時占有汽車 及一般機車的好處 還是要看交通部及民眾 同不同意 地者陳雪白草 為您台北報導